其實現在老師您剛開始建立的時候是最辛苦的 因為你這些資料是不是現在可能只是第一週、第二週、第三週慢慢的在建立 所以你不會遇到太多困難 困難只有說找不到教材 因為你還要再增加、再增加、再增加 可是當你可能這個課程 不管是一個學習或一個學年亂過一次之後 老師該不會想要每次都像這樣子增加吧 這樣很累耶 所以有沒有更快的方法 有 您如果真的這個群組做好了 你看這裡有沒有一個匯出功能 匯出 他可以幫您的訊息任務 甚至成員大部分都不用匯出 因為不同班級嘛 對不對 但是其他的都全部匯出 好了 匯出好了 現在我就重新再怎麼樣 建立一個 可是建立我就不要重新來 我就直接匯出就好了 所以我說你第一輪最辛苦 因為你一定要先建立好 應該在下載這裡 有看到他了 我就匯入 不好意思喔 訪客帳號 只有一個群組 哈哈哈 如果你是其他的 像我們標準帳號的話 他就有十個 就有十個 其實對老師一般來講也夠了吧 十個也可以用一段時間了嘛 那這樣子匯進去 你馬上就可以有新的 你看這裡有沒有一個新的 雖然他說到了 但是還可以進來嘛 你看任務 有沒有一樣進來 那你就自己再改 設定 你再改一下這個名稱 事實上我是比較認真啦 所以比較認真是 這個圖片 你剛剛看到這裡 不是有產生一個圖片嗎 它裡面也有內定 有沒有內定一些 但是我比較認真是 我每個學校 我沒有那麼隨便 我都有幫大家建立自己的 我很認真啊 我幾乎沒有重複的 大部分都是 我都會 上面會標示清楚 比較少會用它內建的那個 那我的 你們如果是這樣看 就會看得更清楚一點 有沒有 所以這個是 看你要不要自己做一個 如果不要也沒有關係 它內建也有 這樣有沒有 比較OK了 了解 好 所以這個部分 跟老師稍微簡單分享一下